废话不多说 先来一个灵魂三问 为什么要拉闸限电 为什么要停居民用电 为什么停电都不通知一声 接下来我们就把电力的变成大众的 来全面的讲一讲这些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借鉴一位网友的说法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观点 姚名很高 这个是观点 你可以不认可 但姚名身高2米26 这个就是事实 今天的内容我会有意的区分 哪些说的是事实 哪些是我的观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实 在今年的8月份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 晴雨表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为了如期实现碳达分和碳中和的目标 国家给各个地区都制定了 一个一年的能耗指标 8月份发布的这个晴雨表 目的就是公示一下 各个省份目前的能耗情况 提醒某些要超限的省份 要注意控制了 还别说 这一公布 发现比较冒进的省份 还真的挺多 能耗双控 也不是今年才提出的 前几年各个地区都保持的很好 为什么今年就各种亮红灯呢 原因就在于 这次的新冠疫情 我国控制的比较好 复工复产也比较早 而国外却各种拉垮 到处停工停产 基于这样的情况 原本是国外生产的各种商品 现在纷纷将生产需求 转移到了国内 国内厂家自然是开足满力 满复合生产 也因此造成了上半年的能耗超标 如今能耗双控的年度考核将至 就像健康老师说 还有15分钟要教练了 但是还没有答完题一样 咋办呢 只好临时抱佛脚 先拉了电闸 控制一下再说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 各个省份纷纷拉闸限电 要求高耗能产业停产限产 这些都是事实 至于网络上流传的很多观点 比如限电是在下一盘大旗 有多大呢 大概有整个地球那么大吧 这个话题就留给民间经济学家了 我就不做过多讨论 第二个事实是 东北这边把居民用电也停了 所以大家就不明白了 能耗双控控制的是工业用电 放到其他省份都说得通 放到东北说不通啊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能耗双控的情语表 东北三省的双控形势 其实还是挺好的 一个红灯也没有 所以双控应该不是东北限电的主要原因 这就像在医院看病 不能一听到咳嗽 就都叛乱为感冒 还是得看具体的病因 我的观点是 这次东北的限电和其他省份的限电 症状不同 结论不同 不能完全混为一谈 那东北限电的病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宗商品的价格 从八月份中旬开始 动力煤一路高涨 屡创新高 截止目前呢 累积涨幅已经高达70% 猪肉价格持续上涨的话 一般伴随的都是猪肉产量过低 煤炭也是同样的道理 和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对应的 是全国煤炭供应紧缺 从而导致火电站没有足够的煤发电 换个思路来说 煤炭价格涨这么多 而我国的电价几乎不变 如果你是火电站老板 你会大量囤煤用来发电吗 那可真的就是发一度亏一度 另外 东北还有个特殊情况 再过半个月就需要集中供暖了 煤炭也得计划着 用官媒的话来说 全国性的煤炭紧缺 煤价高企 煤电价格倒挂 才是造成东北限电的主要原因 有人会问了 火电不靠谱 那清洁能源为啥不顶上呢 对 这几年的清洁能源发展确实是很快 2020年 全国火电只增长了4.7% 风电却增长了35% 光电增长了24% 但要知道 火电仍然是我国的主力军 拿黑龙江来说 火电的占比高达70% 风电只有20%左右 所以火电对全局的影响 才是决定性的 乌漏偏逢连夜雨 受近期气候团阅的影响呢 连着20%的风电 出力也都严重不足 对东北来说呢 就是雪上加霜 这个也很好理解 风电有风就有电 没风就没有电 在大量的储人设备 并入电网之前 风电光电这样的清洁能源 都无法成为基础用电保障 好吧 东北缺电说明白了 把工业用电限的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限居民用电呢 这个情况和南方还是有点差别的 东北整体的工业类型 数量相对较少 居民用电占比较大 2019年的数据 全国居民生活用电 平均占比14% 而黑龙江的居民用电 占到了18% 另外呢 东北老工业基地全是重工业 由于复合对电网很不友好 所以呢 他们很多都是采用的自备电厂 导致实际的居民用电占比 还要大很多 当用电需求较大 而发电能力不足时呢 电网必须即时做出反应 切断部分用电需求 保证电网整体安全 于是 东北首先就安排了 非居民有需用电 但电力缺口确实太大了 能限电的企业都限了 还是无法稳定电网的频率 就只能再出下下策 执行居民限电了 于是产生了第三件事实 居民用电缩停就停 很多人都没有收到通知 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把停电这件事情 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么重大的事情 这么严重的结果 现在换任何一个网友去调度 都会想到要提前发个通知 那是不是所有的停电 都有条件发通知呢 当然不是 比如一台挖掘机 不小心碰断了输电线路 导致部分区域事故停电 就无法实现提前通知 我的观点是 如果突发的发电端大量减产 而用电端需求居高不下 从而造成电网的巨大波动 不及时处理的话 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调度人员就只能当机立断 执行决策 这种情况下 姑且可以算作事故停电 不过随着问题的清晰 更多资源的介入 如果后续还会停电 应该就可以变成计划停电了吧 当然 我相信居民用电中断 一定不会持续太久 毕竟这才是天大的事 那东北限电跟全国限电 这两个事实之间 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我的观点是 这就像蝴蝶效应 各地区能耗双控晴云表发布 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全国动力煤的价格 造成东北火电产量骤减 再碰上不友好的客观条件 结果就是东北限电 而且不得已限了居民的电 这可能就是 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吧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我是工程师 徐小刀 今天基勇 突然有没有 感谢观看